海贼王漫画1067画的正式内容已经更新 一起来看一下本画当中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漫画飞夜中凯萨和嘎吱两人忽然吵了起来 具体在争吵什么目前还不得而知 紧急着正式漫画剧情中 镜头给到了波林这边 波林询问贝加庞科那颗大大的脑袋究竟跑哪里去了 贝加庞科本人解释说他把自己的脑袋给剪掉了 之所以可以做出这样离谱的事情 全都是因为贝加庞科本人也是恶母果实能力者 他是吃下了脑脑果实的脑子人 拥有的能力是可以把知识无限量的储存到大脑当中 自我介绍的时候贝加庞科本人还特意强调说他是天才 朗朗果实紧紧只是赋予了他无限量储存知识的力量 之后贝加庞科还说他的六个分身都是某方面的专家 他们每天都会通过庞科技艺库进行一次技艺同步 贝加庞科说他的脑子就如同一个巨大的图书馆一样 他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与自己的大脑进行连接 这样他们不知道什么的时候就会从自己的脑中寻找答案 然后他们也可以把自己知道的东西输入到这个脑子当中 这样所有的人都可以共享各种各样的知识 简而言之就相当于是互联网一样 介绍完毕后玻璃拿出来了框剑准备砍贝加庞科击刀 但是贝加庞科却说这个框剑是一个失败品 因为他发光的时候会把大量的虫子吸引过来 之后玻璃就被一大批飞过来的虫子吓晕了过去 紧接着贝加庞科回忆起来了自己一千后制造的人造恶魔果实 这颗恶魔果实就是逃之助所吃下的那颗果实 之所以被贝加庞科定义成为了失败品 全都是因为龙的颜色不对所导致的 最后当路飞询问起这个巨大机器人的来源之时 贝加庞科介绍说巨大机器人制造于900多年前 其他在大约200年前还袭击了玛丽乔亚 具体原因不明 而后巨大机器人的动力来源也不明 之后镜头来到山之等人这边 一号贝加庞科给他们一伙人看的东西正是这个巨大机器人 他们一伙人看到路飞平安无事后 镜头再次回到贝加庞科这边 贝加庞科说他对波尼做了很过分的事情 现如今他准备交给波尼一样东西 在交给波尼东西的时候 贝加庞科还说自己之所以会遇到路飞 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命运的安排 现如今他最大的请求就是希望路飞能够带着他离开 紧接着镜头来到路奇这边 路奇等人打败了一只机械海兽准备进入贝加庞科的地盘 但是贝加庞科本人立马拒绝了 拒绝的同时还要求其他贝加庞科随时准备战斗 最后镜头回到革命军这边 失去了记忆的大雄忽然站了起来 并且还不顾一切维亚朝人某个方向飞奔而去 借此情况后龙和伊万科夫立马呼唤着好兄弟的名字 但是好兄弟雄却没有回应他们 简单了解完漫画内容后 我们立马来聊一聊本画当中观众们争论不休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某位观众看到漫画《非夜中的凯撒和嘎之后》 他很好奇俩人究竟在争吵什么 根据本画中贝加庞科的挠挠果实 利用搞笑路线去看的话 凯撒可能说的是咱们三人都是天才科学家 我错就错在我吃错了恶魔果实 早知道这个挠挠果实这么好用的话 我就不该吃什么瓦斯果实 而后嘎之泽回应说你俩好歹都吃过恶魔果实了 我到现如今都不知道这个恶魔果实究竟是什么味道 第二个问题是某些观众觉得最近几话的内容确实精彩 但是贝加庞科这个挠挠果实的设计明显有点画色天赌 他认为什么粒粒果实病病果实 以及现如今忽然冒出来的这颗恼恼果实 这些恶魔果实的名字设定有点抬楼且在敷衍观众 这个问题解释起来的话非常容易 那就是伟田老师特别喜欢给合适的人安排合适的果实 比如记得从小就喜欢玩机械玩具 好小不小他刚好就吃下了可以控制机械的磁力果实 贝基本人从小就喜欢盖城堡玩积木玩具 好小不小他长大后立马就吃下了城堡果实 阿普从小就喜欢唱跳肉 长大后他也如愿以偿吃下了阴阴果实 如今贝加庞克的情况也和他们相差无几 但脑子好的情况下也是自动匹配上了脑脑果实 紧接着有观众比较疑惑的第三个问题是 机械海兽刚开始的时候差点团变四皇海贼团 但是现如今罗布露奇等人现在很轻松就消灭了一个 为什么机械海兽不从海底攻击让他们的船只沉入海底 总结起来的话四个字可以概括 那就是剧情需要 紧接着还有观众好奇的是贝加庞克研究了20年的恶魔果实 为什么好小不小就被陶芝柱给吃了下去 这一点解释起来的话也非常简单 因为陶芝柱将军是和之国级百年来最好的将军 并且他的名字和这个粉色非常搭配 考虑到恶魔果实会自动选择主人这一设定 再加上陶芝柱将军那堪比主角的待遇 布尔德出陶芝柱将军之下这和恶魔果实都是命中注定 另外还有观众比较好奇陆奇和四皇团打起来的话 这场战斗到底是以双方之间无误开的场面展开 还是说以罗布陆奇被秒杀收场 这个问题也可以用剧情需要来解释 如若伟田老师想要让漫画剧情加快速度的话 那么陆奇很有可能不会和陆飞等人打起来又获释直接被秒杀 如若不忙着加速剧情发展的话 那么肯定会以无误开的场面让陆奇稍微表现表现 紧接着还有一部分观众比较好奇的第五个问题是 贝加旁克到底会不会成为草帽海贼团的第十人 这个问题只能看观众对于贝加旁克上传的呼声如何 比如之前大和上传的呼声非常高的时候 大概将近有百分之七八十的观众认为大和上传反上定兵 但是伟田老师立马给大和补充说他要终有何之国 最终因为出现了这样的剧情后大和上传的呼声直线下降 下降的时候伟田老师立马又提供了大和随时可以上传的机会 如今贝加旁克也是这么的情况 如果观众对于这个贝加旁克上传的呼声比较高的话 那么他本人之后八九不离事业就不上传了 最后一个问题是有观众认为大兄实在是太狠了 他对自己狠的一面表现在贝加旁克明明是对的 但是他却硬是让对方随意改造 最终导致自己成为了天王人的奴隶 对别人狠的一面表现在索隆身上 他明明知道索隆是陆飞少主最好的伙伴和朋友 但他硬是把陆飞的伤害转移给了索隆 讨厌索隆对陆飞少主忠诚的话 在索隆答应帮陆飞扛伤害的那一刻就已经结束了 他完全没有必要直接把伤害全部转移给索隆 他本人对于索隆是否能够抗住伤害的问题一无所知 如若索隆因为这件事情挂了的话 那么陆飞少主肯定会记恨他一辈子 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话也可以用剧情需要来解释 先证如若被家旁特改造的过狠的话 那么后面大雄和玻璃的剧情就不怎么改动了 后面如若大雄不坑害我方队友的话 那么索隆就无法表现出他真男人的一面 好了本期的胡扯内容就是这些 我是阿金我们下期再见